苗栗南庄花季又到了 线道124以南源道路周边田间 除了有黄沉沉的向日葵花海 两旁的樱花也接力的绽放中 游客闪花之余还能品尝在地的小农 利用像是葵瓜子还有樱花瓣 创新推出的特色手作面包 可以赏美景品当季实在地 进入南庄乡南富村园林村等沿途随处可见 农会利用二旗修根奖励农民种植的向日葵花海 一大片盛开的金色美景 不但点缀相牵景致 道路两旁草草绽放的樱花 热情又浪漫的氛围 成为外县市民众每年必放的赏银景点 道路的特色会比桂花巷的老街来的有特色 就是看这个长廊啊 这车道啊 然后拍拍照啊 觉得蛮不错的心晃神移 拍前面那个弯道还有两个樱花 这样子拍下来那个效果还不错 受到冬季雨量较多 水汽丰沛的影响 今年樱花开的叫管 花季也会拉长 让游客赏美景的同时 也能品尝当季新鲜美食 在地小农创新研发特色面包 加入葵瓜子樱花瓣等天然又健康 我们就想说因为南庄花季也都比较短一点 那我们想要把它延续它这个花季的一个生命 那我们创造说那个用营养师 它使用的那种低糖 用蜂蜜的一个一个长时间低温发酵 然后所做的贝果 那去用在地天然的一个食材 然后买一些用一些意大利橄榄油 然后做一些手工的一些贝果 让大家可以来这边赏花 顺便也可以带一些农特产品回家 小农发挥烘焙专场新推出的特色面包 成为季节限定南庄办手礼 不仅延长景观作物以及樱花花季 同时还吸引更多游客来访 带动乡内的整体观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